用一个词来形容香港就是赛博朋克 哎呀小伙伴在香港机场出了个幺蛾子 港币不够了 而且它只能用现金去买 哎呀真的是 我一路扛背又跑出来打了个车 来香港市的低顿饭 哇我每个都想点一个 帮我点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啊沙桌牛肉炒菜 对然后再帮我点一个这个 这个对再吧 有没有什么肉你帮我推荐一个 肉辣的吃吗 可以啊 辣椒 椒盐的辣辣点 避风堂做也可以 避风堂的再来一点椒盐啊椒盐好吃 好的那就椒盐 椒盐就来吧 好的 我的这个真的是实在是吃不完了 所以说呢我就这个打包了 这个你看我点了三个 它这个每个分量都特别特别大 老板有没有那个筷子 筷子 嗯 帮我拿一个谢谢啊 哇吃的好好成啊 好谢谢 带上走了 嗯伙伴这是我在香港喝到的第一杯咖啡馆的咖啡 这个店呢叫 笑脸刺 它这个名字好有意思 九阳神工 大力金刚纸 americano 金刚伏魔圈 Longo 它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种武功的秘籍 对吧 一阳纸 你看像这些拿铁的话都是40块钱对吧 然后黑咖啡的话呢 你看32块钱 因为我早上还没吃饭比较饿 所以说我就点了一杯这个flywire 它这个flywire叫六脉神剑 墙上的花的话 垫的话还是蛮大 对不对 很深 一直从这边通 到了这边就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所有的这些桌子 你看是这种桌椅板灯 六脉神剑对吧 它的这个出品的这个也有点这种 有这种功夫茶的感觉对吧 然后喝的时候呢 也是要有这种双手 拿着喝的 这两个呢是港元港币56 然后它的咖啡豆呢 是有两款可以选的 一个是塞塞俄比亚 一个是巴西 因为我点的是flywire奶卡嘛 所以说呢 我就想稍微厚实一点的这种咖啡 所以我就选了巴西的这样的一个咖啡豆 平衡感很好 坚果的这种调性还是蛮明显的 哇 非常不错呢 真的非常不错 香香甜甜 另外这个店它这么大 其实它除了像这些早餐的面包咖啡 它还有这些 你看意面它的名字起的也是蛮有个性的 赤炼神掌 桃花的 我估计老板他真的也是一个武侠迷吧 来到香港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咖啡 到心心念念的怪兽大厦 打个卡 在网上见到的照片和自己亲身到了之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上的照片看起来真的很震撼 但是亲自到这里之后看到周边人的生活状态 感觉香港人居住的环境真的很拥挤 怪兽大厦 其实在周边的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人 这边就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这种社区吧 就是住的非常非常密集 这个楼也很老了 所以看到老年人非常多 包括你看一下楼上的晒的这些衣服 其实观察一下的话 它是比较那种中年人穿的这种衣服 所以这个区域可能住的都是偏上了年纪的一些人 年轻人在这边可能就是过来拍个照打打卡 总体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放松一些的吧 因为我没有像是在日本那样 在日本就是每天连轴转 就是跑的地方特别特别多 跑的咖啡店也特别特别多 但是回到香港之后呢 我就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哪里 我一定要做什么 然后基本上就是随心所欲的走着 也没有特定的任务 老板我在铜锣湾遇到了一个咖啡店 它这个店呢你看就特别有颗色 就是一个特别小的 就跟电话亭这么大小的一个 这咖啡机其实在国内还蛮少见的 但是它竟然用了一台这种咖啡 我问一下它有没有了 你好 咖啡你们还有没有 打烊了 打烊了 好的 你们是几点打烊 6点打烊 好的了解 现在几点了 6点 确实打烊了 我看一下你们的咖啡 因为我感觉你们的咖啡店也蛮有意思的 你是老板 美式的话卖33 Cappuccino它是卖38 然后它还有这个Code Brew 你看这是一个小的窗口 你看这边是一个它的进来的门 它的对面旁边就是一个卖小吃的 哇这个看着好有食欲啊好想吃一吃 能帮我点一个这个吗 就是炒米粉 可以拿一个是吧 然后这个再帮我来一个 帮你捡一些了好吗 哇这个看着好有食欲啊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要找一个的 这边是很可怕的 我把它吃开 因为这里是一个小小的 我们要找一个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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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好小的 我们要找一个小小的 现在这是晚上9点10分的 通螺湾 还是很热闹的这会儿 今天晚上就徒步去上个山 他们都说山上看夜景特别漂亮 现在是要往山上爬了 爬得好累 然后等一下我还是一直往前边走就行了 前边你看有两个楼梯 这边有一个是吧 这边还有一个 在香港唯一的感觉就是走在街上 特别是在这个湾仔区 你抬头往上看的话 你感觉你是看不到顶的 不感觉纽约好像也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纽约它地方太大了 布鲁克林啊长岛啊 途边那些区域基本上没什么楼的 只有曼哈顿楼多一些 但在香港你不管是在湾仔这边啊 或者在望角这边啊 基本上你抬头看就是 只能看到你头上边的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望着望着我就发现 这边有演唱会 杰伦的粉丝们多么疯狂啊 特别多人 全都是杰伦的粉丝们围在外边 太疯狂了 好多人进不去的都在外边听 可以 让我微微笑 我们学校些年 不把节奏永远 别跟着空白 我 içao Woo in a in a in a